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26日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外匯分析 有Cartan 在此 今晚有兩位嘉賓 首先有黃冠一教授 阿尚 你好 大家好 亦有資深外匯分析員 陳建豪 在此 Aro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晚又非常重要 因為過了幾個小時 美國聯儲局 會有今年第一次的議息會議結果出台 在議息會議公佈之前 上星期的債市 股市 外匯好像相對地沒有動得那麼厲害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來到今個星期初 股市大幅上落 終於來到議息會議的兩天 不如先問一下Aron 你覺得今次的議息會議 有甚麼重點 我們是值得需要大家去留意和關注的 我想今次其實就不會有改動 正常 即是息口變化 息口就不會有改動 因為12月中那次議息會 才說加快收水 去到3月應該就收水結束了 但是你見 入了2022年之後 其實整個市場 就自己有一點自己想 不停在演繹一些東西 聯儲局其實沒有特別大的變化 但是大家會看到經濟數據 大家覺得CPI繼續高 PPI、PCE全部通脹數字都高 這些是少許滯後的數據 因為正在反映之前的數據 但是 前瞻性那些又會看油價 見到現在現價都 86元 起碼升穿上年高位 這是其中一個通脹的源頭 另外 飛龍數據看到平均人工也有加 即是預示了接下來的通脹 其實都會繼續高 當然這些其實 我想對投資者來說又不太意外 對聯儲局來說更加不意外 因為聯儲局都告訴大家 預計的通脹可能在年中左右 才開始回落下來 但是我想對大家來說 聯儲局可能很快會加息 所以你看到 三月份加息機會已經很高 我想今晚的議息會 第一件事一定要想聽到的 就是 鮑威爾 可能 我不知道是暗示還是強烈 暗示還是名示 即是說可能相當接近加息周期開始 或者用類似的措詞 暗示已經是三月份要加息 這是第一點 如果他沒有說這些 我想市場有些失望 但是說了不代表很興奮 因為大家都知道 想確認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想想聽一下 就是 縮表 因為他在 一月初那個聽證會上 其實都有提到 縮表是今年會開始的 但是 究竟是年尾才開始縮表 還是市場其實就很樂觀 覺得要年中就開始 所以希望聽到多少少這些 但是這一點 我想就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 他就盡量想 不會說到實言實恥 只是繼續重新說 今年年內開始機會大 原因就是第三點 要留意的就是因為近來股市跌得太急 尤其可能大家突然之間 那些納資金撤出股市 如果在這裏再進一步說到太鷹的話 可能他也會擔心股市會再進一步跌 所以怎樣去安撫市場 怎樣去平衡市場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一個好一個淡 就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對加息件事 說得暗示強一點 三月就要開始加息了 但是反而縮表上 既然仍然有些油價 或者疫情等等 這些都仍然是不明朗因素 不如就照說 可能甚至不提也好 或者他輕輕大過 今年可能是開始縮表的算數 我想這個 我就覺得對市場來說 暫時是best case scenario Elon 就很詳細 他講了自己 或者可能是Elon本身 對於聯儲局今晚的議席會的期望 反而我想問阿sir 多一點關於整個宏觀的看法 我們看到過去兩天 美國相當錯了 市場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烏克蘭的邊境問題 總之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爭議 當然有小部分人提到 跟市場關注聯儲局的議席會的情況有關 我想問阿sir 今天我們看看市場早段未開始 但是道指期貨 總之三大期貨 現在是升到棒棒棒 以納指期貨為例 接近300點的升幅 隨著聯儲局稍後公布議息結果 很多事情 可能好像Elon這樣預期的話 其實對於股市 匯市和債市的影響 大不大呢 沒有的 很多的價錢 就算是先了 你鮑威爾要說什麼 我想每個人都是他 上個新的 上個星期的債已經動了 上個新的 每個人都以為 一定覺得他是英的 難道他們變了夾嗎 如果他是英 看看他怎樣英發 或者有多英 看看有多英 你減買債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是不是 你加息更加成事實了 你可以不加嗎 是不是三月加息呢 我可以告訴你 肯定加的 肯定加息 三月的FOMC一定加的 如果三月的FOMC肯定加多少 如果三月的FOMC肯定加0.25 如果三月的FOMC肯定加0.5 那時又會散 你說對債息有什麼影響 對債息 在表面來看 債息是應該升的 對債息是應該升的 但是因為他有了歐洲和俄羅斯打仗 因為整個北約主要是歐洲 其實關美國的關係 當時美國 美國加入北約 就說我幫你盯著北極紅 因為蘇聯的問題 其實 蘇聯已經瓦解了 你北約存在這裡做什麼 你北約的存在 美國還想控制你們 好像這次這樣 俄羅斯和烏克蘭 根本在歷史上來說 無論是克里米亞也好 烏克蘭根本都是歸俄羅斯的 只不過因為蘇聯的架解 所以你走出來獨立 獨立完之後 有些是親美 有些是親蘇 有些是中立 總之 即是廖秀散 現在俄羅斯要打烏克蘭嗎 是你搞我 你北約一路東礦 你為何北約一路東礦 美國人在那裡搞事 你為何搞事呢 就是搞你歐洲和俄羅斯不妥 難道美國人自己出兵呢 美國人自己出兵呢 你為何兵一出都不會出 他只是給你武器 他代理人戰爭 你去打吧 關我鬼事 但他拖歐洲落水 拖歐洲落水有兩個好處 第一是你歐元就是這樣 你如何威脅美元 第二是我的美債一定下 因為你的錢走來我 難道走去人民幣嗎 所以沒有意思 有甚麼意思呢 你的美債從表面上看 是要升 由1.8、1.9 現在不是的 1.7 歐洲打仗 歐洲想不想打 歐洲當然想打 歐洲也想打 因為他都半條人命 接著COVID-19那些疫情 就搞到他亂龍 有些說在lock down 有些不打針就要坐牢 有些要去罰 就是亂龍 根本就是 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就變成一個獨裁的地區 打不打針都要去罰 不打針就死得 如果我在歐洲就死得了 我除了自殺之外就沒有另一條路了 為甚麼一定要打針呢 你打針是否不中 打針 打針會沒有那麼慘的 沒有那麼傷的 如果我打針 我要見人 我要出鏡 我嘴歪了 你賠多少錢給我 或者我說我這麼緊張 我每天對著事看了五點半 我心肌炎 我每天心臟病 你賠多少錢給我呢 全部變成一個暴君 全部都是 變成整個歐洲 Democracy 騙人 全部都是極權國家 你一天就極權 極權到 全部封了 不准出街 直至到清零為止 你又不是 那你有人打針 又要自由 又要這個 大哥 現在沒事嗎 你每天都十幾十萬 每天都幾十萬 現在沒事嗎 所以 歐洲想打 他不想還債 因為沒有人買他的債 因為所有美國銀行 說了 所有歐洲的債 除了德國債之外 全部不可以做collateral 全部不可以做抵押品 我不會承認 你怎樣呢 你唯有打債 唯有打仗 就是 你將矛盾轉移 還有你唯有打仗 才可以不用還 還要借多些 所以現在整個局勢 你懂得分析 你分清楚 你就知道 局勢是怎樣的 打不打呢 沒有人會開第一槍 俄羅斯更加不會 俄羅斯根本不想跟你打 你美國都無論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哪個總統上場都將會推到牆角的 我制裁你 我制裁你 大哥我得罪你什麼東西啊 現在我得罪你什麼東西啊 一上來就制裁 現在又說我出兵打人 我制裁你俄羅斯 我制裁你普京 普京心想 你都愚蠢就制裁我了 你已經制裁了我幾年了 你制裁了卡斯特朗五十年了 又不見他死了 是吧 不如卡斯特朗可以死了 不過我想問一下 剛才說 阿Sir 今天有兩個因素要看著 第一個就是聯絕局的議息因素 第二就是地緣局勢的問題 在這兩個因素之下 對於現在外匯的走勢 其實影響會是怎樣 阿Sir 剛才說了 其實對歐羅是會有影響的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歐羅最近都在高位都回落一點 今天現在都在1.13流下 其實這兩件事對於整個外匯市場的影響 聯絕局的意識我們很明顯知道 地緣政局最主要是否影響歐元和美元 地緣政治的錢已經進入美國 已經進入美元 你還有甚麼要走呢 最多買一些金 所以你見金不肯跌 有的當然要買 第一不足夠 第二你美國人本來是出口國 這個時候正出口國 現在美國人的葉岩油沒有了 因為你的政策 說要潔淨能源 說要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 所以你開採的葉岩油是不乾淨的 那你現在怎樣呢 找風嗎?找太陽嗎? 找水嗎?你發電嗎? 所以就站在這裏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將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